吴奇隆不离不弃照顾前经纪人30年,台湾还有这些懂得感恩的艺人,为他们点赞。 知名经纪人孙德荣向媒体透露吴奇隆此下感人的理念, 称既羡慕又极度一手发掘并碰红小虎堆的经纪人苗秀丽。 事情是这样的,苗秀丽曾一手捧红了小虎堆,而且与小虎堆三连的关系都很好。 但小虎堆后来胆飞,事业发展过程中,换经纪人是在所难免的。 而且在利益面前,很多艺人还会与经纪人开私。 可吴奇隆却恰恰相反,她将前经纪人苗秀丽当成妻妈一样。 不仅主动将自己的收入抽成份给苗秀丽,吴奇隆来大陆发展后,还将她请来做公司的经理,养了苗秀丽三十年。 即使,在娱乐圈中很多经纪人也是艺人们的在造之母。 近日,台湾着名经纪公司创始人孙德荣接受台媒采访中,就爆料她在圈中最敬佩的三位懂得知恩土报的艺人。 第一位是当红乐团天王周杰伦,据孙德荣透露,周杰伦出道至今,演唱会都很少请特约嘉宾。 都是邀请曾经对她帮助过的好友来帮忙,包括拍电影录节目,提携的永远是她身边的朋友。 第二位则是五月天成员阿信,到现在都没选择单飞,也愿意把收入和其他成员一起分成。 在孙德荣看来,很多团体艺人都会因为感情和利益最终结散,阿信这份对团队成员感恩的心在当今社会很可贵。 而最让孙德荣敬佩的要素吴奇隆对前经纪人描秀丽的照顾。 采访中,孙德荣透露吴奇隆从小虎堆扇飞后到内地发展,在内地站稳脚跟后吴奇隆就成立了公司。 还重金聘请苗秀丽回来当公司总经理。 可惜苗秀丽只在公司待了一阵子,觉得吴奇隆给自己的工资太高有些不好意思,就主动请辞了。 吴奇隆和刘诗诗结婚时,吴奇隆更是感恩苗秀丽昔日的再造之恩,特意请苗秀丽回来让她一手包办自己的婚礼。 在孙德荣看来,吴奇隆是一位很有心的艺人,这三十多年来,她永远都要带着这个老妈妈。 孙德荣还透露,苗秀丽几次辞职吴奇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。 最终还是被吴奇隆进回来继续任职,还给出非常人能有的酬劳。 采访中,孙德荣对苗秀丽是几羡慕又嫉妒。 她,吴奇隆,是把苗姐,苗秀丽,当亲妈了,要养她到老。 反观她曾力碰过的陈巧恩和明道,采访中的孙德荣就要显得无奈很多。 表示跟明道如今的关系还算比较亲切,但陈巧恩就不指望能有什么回报了。 并笑称最近有跟苗秀丽见面,谈到吴奇隆对她的照顾,对方还炫耀跟她说。 我有这样的儿子,你有吗?更是让她感慨万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